咖啡廳沒有原罪 咖啡廳它其實扮演的是一個交流的空間 就是大家在咖啡廳開始講人家壞話 大家說我跟妳講這老闆實在是就要求的 咖啡廳是一個交流空間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現代建築去交流 你也可以在傳統的建築來交流 但它是不算是真的傳統建築 所以咖啡廳是很好的一個交流平台 但是它只是賣咖啡的話就很可惜 那星巴克大概是只有賣咖啡 它大概除了賣咖啡就賣蛋糕 就一樣啦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 可能沒辦法進去保安巴士 但是可以稍微說一下 像保安街84號的那一棟的建築 它基本上就除了賣咖啡之外 它還有辦展覽 也就是說你可以進去看展覽 它有辦一些活動有些演講 有些咖啡廳如果它是有一些文化性活動的話 它其實是扮演的是這個歷史文化的傳承 而不是只是利用它的空間 也許現在看起來 大概星巴克就是利用它的空間 讓它的生意可以更好一點 但是這也不能換星巴克 反正它不用別人還是會來用 所以在咖啡廳或者在鳳梨夜宅 有這樣的一個特徵 好 那我們再回頭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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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